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区块链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链上的骑士团,守护去中心化的荣耀 二区块链的五彩斑斓,加密艺术的画布 三链界的奇幻旅程,穿梭加密维度的冒险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链上的骑士团,守护去中心化的荣耀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链上的骑士团,守护去中心化的荣耀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遥远的数字王国说起 那里有助一群不同凡响的骑士,他们不穿铠甲,不骑马 但他们的使命和中世纪的骑士一样崇高,守护住去中心化的理念 保护这个王国免受中央权威的侵蚀 这些骑士,我们称之为链上骑士 他们的马匹是算力强大的电脑 他们的长矛是密码学的算法 他们的盾牌是区块链技术 他们在一个叫做区块链的战场上 与那些试图中心化控制和篡改数据真相的敌人战斗 这场战斗并不是用刀剑和鲜血 而是用智慧和代码 链上骑士们通过共识机制 如工作量证明、炮或权益证明、POS 来确保每一笔交易都是公正和透明的 他们的战码也就是节点 遍布全球,彼此独立却又紧密合作 形成一个强大的网络,以防范外来的攻击 这些歧视不为王侯贵族服务 他们的忠诚只属于去中心化的理念 他们相信权力应该分散在人民手中 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掌握之中 他们的剑指向的是审查制度 金融垄断和不透明的治理 但是,这些链上歧视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有时候,他们必须对抗那些 试图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不法交易的黑暗势力 有时候,他们要抵抗那些试图 通过51%攻击来破坏系统的敌人 但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链上骑士们都坚守住他们的信念 为了一个更加公平和自由的数字世界而战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时代变迁,技术进步 但守护理念和追求正义的精神 永远不会过时 链上骑士们就像是数字时代的罗宾汉 他们在新的战场上用新的武器 为老问题,权力如何分配和使用而战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提起比特币 以太坊或其他区块链项目时 不妨想一想 那背后可能有一群无谓的链上骑士 正默默地守护住这个去中心化的数字王国 而我们,作为这个王国的居民 也许应该给予他们一些敬意和支持 因为他们正是在为我们的数字自由而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区块链的五彩斑斓 加密艺术的画布 各位同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在数字世界里 绚烂多彩的新兴现象 加密艺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NFT艺术 这个话题就像是在区块链的巨大画布上 用加密技术的颜料描绘出的一幅幅 令人眼花缭乱的画作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普 NFT,全称为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代币 这个非同质化听起来 就像是艺术品市场里的高级术语 实际上,它就是在说 每一个NFT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是世界上只有一幅蒙娜丽莎 你不能用它去换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因为它们不是一回事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个数字 艺术的画布 在这里,艺术家们不再需要画笔和颜料 他们用代码创造作品 用区块链确保每一件作品的独一无二 这就像是在数字世界里 开了一家画廊 每一幅作品都附有一个不可复制的数字证书 保证了它的原创性和所有权 但是,这里的故事并不仅仅是 关于艺术和技术的结合 加密艺术的世界里充满了戏剧性和幽默感 比如,有一位艺术家创作了一件作品 名为《我在这里》 然后将它以NFT的形式出售 结果,这件作品在几分钟内 就被转卖了几次,价格翻了好几番 买家们似乎都在说 我也在这里,而且我付得起这个价格 还有更有趣的 一位艺术家创作了一件 名为永远不会被看到的艺术品的作品 这件作品实际上是一张空白的图片 然而,这张空白的图片以一笔不菲的价格售出 买家可能是在享受一种 我买到了一件无人能见的独特艺术品的快感吧 当然,加密艺术的世界也不乏批评和争议 有人质疑这些数字作品的真正价值 有人担心环境问题 因为区块链技术在目前的形态下 确实耗能巨大 但不可否认的是 加密艺术已经成为了当代艺术表达的一个重要领域 它挑战了我们对艺术 所有权和价值的传统认知 在这个五彩斑斓的加密艺术世界里 每个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每一件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传奇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艺术创新和技术突破 让这个画布上的色彩更加丰富多彩 不过,在那之前 别忘了,每次谈论NFT时都要小心你的钱包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幅作品会以多少以太的成交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链接的奇幻旅程 穿梭加密维度的冒险 各位勇敢的数字探险家们 欢迎来到链接的奇幻旅程 穿梭加密维度的冒险 我是你们的向导 一位专门研究数字 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教授 今天 我将带你们一起探索这个 充满神秘与奇迹的链接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将穿越时间与空间 见证加密货币的诞生 区块链技术的革命 以及去中心化的梦想 如何在数字世界中燃烧 但请记住 这个旅程并非一帆风顺 它充满了波折与挑战 有时甚至会让你怀疑现实与虚拟的界限 首先 我们来到了2008年 一个名叫 钟本聪的神秘人物 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名为 比特币 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的论文 这篇论文就像是一张藏宝图 揭示了一个全新的数字货币体系 比特币的诞生 就像是发现了一座 隐藏在数字世界深处的金矿 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淘金热 随着比特币的崛起 我们进入了一个名为区块链的神秘领域 这里 每一笔交易都被记录在一个公开透明 不可篡改的账本上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一个由全世界的计算机 共同维护的巨大账本 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将永远留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是 链接并不总是光明和美丽的 在这个世界里 也有着名为黑客的暗黑骑士 他们潜伏在网络的阴影中 时刻准备发动攻击 窃取宝藏 而加密 则是我们的魔法盾牌 保护我们的财富 不受侵害 我们的旅程 还带我们 穿越了一片名为代币化的土地 在这里 几乎一切都可以被转化为数字资产 从艺术品到房地产 甚至是你的个人身份 这是一个将现实世界的价值 映售到数字世界的魔法过程 然而 最令人兴奋的是 智能合约的出现 这些不仅仅是代码 它们就像是居住在区块链上的 自动执行的精灵 它们可以执行合同 管理交易 甚至可以创建完全去中心化的组织 这些组织被称为去中心化 自制组织 它们没有领导者 却能像生物一样 自我组织和发展 在这个奇幻旅程中 我们还遇到了加密猫 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和非同质化代币 NFTs 这些都是链接独有的器官 它们让我们 对所有可能性重新定义 甚至让我们开始思考 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价值 什么是所有权 亲爱的探险家们 链接的奇幻旅程 远远没有结束 每一天 都有新的发现和创新 在等待着我们 但请记住 无论我们在这个旅程中 走得多远 最重要的是 保持好奇心和谨慎心 因为在这个加密维度中 一切都在快速变化 而我们的知识和智慧 将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现在 让我们继续前行 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 寻找链接的下一个奇迹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向大家分享了三个 关于区块链世界的故事 链上的骑士团 加密艺术的画布 和链接的奇幻旅程 这些故事展示了区块链技术的多样性 创新性和潜力 链上的骑士团展示了人们如何利用区块链技术来守护去中心化的理念 保护数字世界的自由和公平 他们用智慧和代码来战斗 用共识机制保证交易的公正和透明 他们是为了一种更好的数字世界而战斗 让权力分散在人民手中 加密艺术的画布向我们展示了区块链如何改变艺术界 NFT艺术创造了一个数字世界的画廊 让艺术家通过代码和区块链来创作和保护他们的作品 这个领域充满了戏剧性和幽默感 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艺术观念 也引发了对艺术所有权和价值的新思考 链界的奇幻旅程带领我们穿越时间与空间 见证了区块链的诞生和发展 这个旅程充满了神奇和挑战 我们遇到了比特币、区块链、智能合约等等 每一次发现都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与虚拟的界限 重新定义价值和所有权 通过这些故事 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愉快的时光 同时也让大家对区块链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区块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 它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权力、艺术和价值 现在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区块链技术有什么疑问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奇妙的数字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